我們現在可能會有一些爭彩的部分 那從我們的餐飲的內場 或者是我們餐飲的服務員的外場 然後或者是我們學家館的試家師 我們的服務員 甚至是我們影片的工作團隊 只要你是攝影師或者是剪輯師 你都可以視訊我的IG 我非常歡迎你們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視野 歡迎收看漢桃天下 我是漢志 我們的節目到現在也將近邁入一年的時間了 那也很感謝一起陪我們分享 也很感謝我們的一些來賓 然後來陪我們分享美食 跟分享一些專業的知識 那很多人對我的印象啊 可能是我就是一個雪茄的收藏家 或者是威士忌的品嘗家 甚至是可能是一個企業的成功老闆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還是那一句話 雪茄是我的興趣 威士忌是我的生活 至於我成不成功 也還是仰賴著我周邊的很多朋友 創業這一件事情本來就不容易 那我很早很早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創業了 但是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個人都還是告訴自己 每一天都還是要學習一些新的事物 有一個長輩跟我說 當我們今天停止學習 停留在原地的時候 只要今天不進步 那就是退步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創業故事 還有我們現在可能會有一些真才的部分 我們可能需要網羅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可以打開更不一樣的視野 這一年多來啊 很多人就是會在我身上貼了很多標籤 說我是什麼爆發戶啊 還是什麼富二代啊 其實很多人都不了解我 我不是什麼爆發戶啊 而且我也不是什麼富二代 真的就是白手起家 14歲我就來新竹了 讀高中嘛 半工半讀 那時候就是建教合作 然後我們就是白天是工作嘛 然後晚上就是讀書 所以其實印象中覺得 只要好像你能夠當老闆 你就好像可以賺到很多錢 其實不是 所以 那時候給自己的一個感覺就是 標新利益 有勇無謀 就是你空有著很好的體力 但是你卻沒有很成熟的想法 一直想要創業 可是都是一直踢到鐵板 我在17歲的時候就跟一些朋友 我們就一起 我們就開了什麼炸雞啊 飲料啊 便當 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開始創業 陳食館是我19歲的時候開始 在 我去當兵回來的時候 我去吃了一間無菜單料理 算家常菜 我發現這是蠻有趣的事情 後來我才開始 因為我對料理是有熱忱的 我就從麵食館的裡面 自己做一些菜 然後端給我自己的熟客吃 所以別人客人很好奇 為什麼來吃麵店 結果你們會有一些什麼海鮮啊螃蟹啊 還有紅酒杯 從這一邊開始的 然後我有一家也是麵食館 但是這個麵食館就是 那時候比較的閒置一點 我就把這家店獨立開成無菜單料理 我只接受預約 然後我自己煮自己端自己介紹 然後開始的無菜單料理這一條路 那開始無菜單料理的時候啊 我開始接觸到一些酒 開始到接觸到一些雪茄 原因是因為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所以其實是大概在二十五六歲 才開始接觸雪茄 所以也不是因為雪茄成就我現在的地位 其實更多的是 其實是在這個餐桌上 結識了更多很好的朋友 貴人 肯定有啊 因為我們我們是獨資嘛 其實你如果生意不好 你還是自己要想辦法 所以你必須更勤勞 我們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一直想要創業這件事情 所以一直想要賺錢 可是當你越想要的時候 你越賺不到錢 因為你會覺得說 花很長的時間努力 然後對每一件事情妥協 其實當你對每一件事情妥協的時候 感覺好像就會不會順你的意啊 甚至還收支沒辦法平衡 然後自己也去辦貸款啊 然後去cover這個 我們自己店裡面的不足 無菜單料理是花了 很長的時間 大概在第二年的時候 客人才越來越多 我對每一步 每一個時間點 我都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 一天啊 只要可以接一組客人 我們就很開心了 一個月不到十組的客人 他剛好可以付房租 我有沒有薪水無所謂 但是這件事情慢慢的傳達出去 因為那時候我對社群媒體 沒有這麼的熟悉 所以我就只能用口碑行銷 這件事情慢慢去拓展 那再加上自己的 其實是也不夠廣 做出來的料理也就是比較普通 只是新鮮 好吃 沒了 不夠有創意 也不夠有深度 那後期第二年 我也請了廚師來幫忙 那我開始廚師可以做菜 我可以介紹 我可以研究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我告訴我自己 只要一天做七千塊 我就很開心了 那一個月做二十一萬 我就有賺錢了 然後可以付員工薪水 可以付房租 可以付水電瓦斯 然後有一點點盈餘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就很開心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可以分享 我可以介紹 我可以跟大家知道說 你今天吃的這些東西是什麼 所以 從這邊開始 我慢慢有更多時間去研究 我喜歡的東西 所有的農作物 包含茶葉也是 然後學家也是 威士忌也是 然後還有一些收藏品也是 我爸常常跟我講說 你不要那麼急著創業 我也其實跟很多年輕人講 你也不要那麼急著創業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創業想要當老闆 但是當老闆不一定會賺錢 我敢跟你保證 當老闆不一定會賺錢 但是當然你成功了 你可能收入比別人多一些 因為當老闆是責任的牌子 你不可能說不 你永遠比別人早 也永遠比別人晚 這就是當老闆的責任 我會想要跟自己說什麼 不要那麼急 再慢一點 多學一點 然後增加自己的知識 跟自己的視野 你準備好 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的時候 你再來 其實應該是說 你會發現你的同好變多了 就是你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同好 開始變多了 然後你的興趣 已經變成專業了 你覺得這個東西對你講 已經游刃有餘了 可是別人看你的時候覺得 你怎麼那麼專業 然後你自己覺得沒有什麼 這不就是日常嗎 其實這時候你已經準備好了 這時候我覺得我建議你就可以創業 為什麼 因為你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還有你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到這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你無論你是創業開店 或是其實你用你的專業 只要當顧問 你都可以有收入 當然還是有啊 因為我們 我們除了餐飲以外 我們還有投資 其他的餐飲業嘛 那如果只有這兩件事情的話 對我的生活感覺就不夠豐富 你到創業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認識到非常多人 甚至你可以看到 成績的自己 跟自己一樣努力 你甚至可以想要給他 更多的鼓勵 所以你就會想說 那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合作 或是我來投資你 對我來講你們看到的是2 可是對我來講看到的是1 因為雪茄威士忌 在城市館裡面本來就都有 因為他就是我的生活啊 我們只是因為 想要把環境分開來 你就是一個很單純 喝威士忌抽雪茄的地方 我們本來就有在評估 要找到一個這樣子的場地 然後把我們的食物 跟我們的收藏結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它沒有分開 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其實就是你只要夠勤勞就好了 只要你有充足的睡眠 然後你有自己的休閒的時間 你還可以 為自己帶來財富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就比我更成功了 我覺得有時候學習的對象 我見得是他非常有錢 或是他的樣貌非常的出眾 我最欣賞的還是Pongo 因為Pongo他 我們那天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拍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他跟我分享很多人生的閱歷 人真的是你沒有 你沒有走到絕境 你不知道什麼叫大車大霧 所以他的故事跟我分享的時候 讓我非常的有感受 我覺得他的經歷 可以激勵更多人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學習到了很多的東西 甚至他以前非常的苦 然後從默默無名的一個小配角 然後變成現在一個資深的藝人 然後還有很資深的主持人 我覺得這東西不是 不是今天你上了幾次台你就有辦法了 而是在台下你學習很多的東西 然後 灌了很多的知識在你自己的腦海裡面 你才可以跟大家分享這一些 信手年來的知識 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 你的周邊其實都是你的貴人 只是你怎麼看而已 就像你們三個一樣也是我的貴人 有你們的拍攝幫我們東西傳達出去 還有你們那麼用心幫我們做後面的製作 其實對我來講也是很感恩 我們今天拍這個內容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創業過程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但是 現在很多人其實 覺得賺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 賺錢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今天即便你不出家門 然後你在家裡 你用你的手機用你的電腦 隨便要賺個幾萬塊 太容易了 可是我建議走出舒適圈 然後可以學習一些技術 然後跟人接觸 然後我覺得會增加自己身體上的養分 所以你說今天我是不是要當別人的貴人 也不見得 我也是來拍這個影片 讓大家來跟我們有機會可以一起共識 如果你對做料理有興趣的 歡迎你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廚房也有缺人 然後我們有很好的技術 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常常在講 所有的利潤都來自於資訊的不透明 那其實我們就講一件事情 你想要賺錢 都來自於 你擁有多少的資訊 還有你擁有多少的知識 什麼樣的地方可以讓你接觸最多的老闆 或什麼樣的地方可以讓你得到更多的資訊 還有什麼樣的地方可以讓你學習最快的知識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餐桌 這張餐桌一定會做了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也是各行各業的人 但是在這張餐桌上面 你可以學習到很多知識 你也可以聽到很多的資訊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與其 你說你是一個餐廳外場的專業服務員 倒不如說 你才是真正專業的收集情報員 無論你到什麼樣的餐廳 其實 各行各業的人都有 只是說在我們餐廳 我們在新竹科技之城 有很多客人 他們也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譬如說在這邊用餐 他們在別的地方吃飯 一些特別的資訊嘛 那我們因此這樣子 我們可以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相對的 他們為什麼會來這邊吃飯 一定是慶祝嘛 甚至是想要開會 很多 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可能在你的產業 在你的圈子裡面 你聽不到 但是可能在這張餐桌上面 都有可能會發生 我認為食物之間的交流 是很快讓 人跟人之間拉近距離 還有一個媒介是更快的 就是那一杯酒 當你喝了那杯酒下去之後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就更近了 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服務員 不只是服務員而已 我們剛才講的是餐飲的部分 那其實雪茄館 在這一個很單純的環境 這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 女士作陪也都沒有 他這裡很單純就是 分享雪茄 然後跟分享威士忌的地方 那其實 如果你對雪茄跟威士忌有興趣 你也可以來 我這邊應徵看看 因為我們雪茄館也需要有人 傳承吧 很多人對雪茄都是有興趣的 但是很多人對雪茄的產地 跟他的來歷 其實都不太清楚 你也可以藉由來這邊上班 然後學習到這部分的知識 那包含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有拍影音 就是YT或者是抖音 那我們現在拍的量可能會開始增加 尤其是短音 所以我們也需要有更多的人才 那如果你會拍攝或者是剪輯 你也可以歡迎你私訊我 我非常歡迎你們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視野 接觸到不一樣的人 事物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創業的過程 然後甚至是我真材的內容 那你有看到這集的影片 你都可以歡迎私訊我自己的IG 我會親自回覆你 那從我們的餐飲的內場 或者我們餐飲的服務員的外場 然後或者是我們學家館的試家師 我們的服務員 甚至是我們影片的工作團隊 只要你是攝影師 或者是剪輯師 你都可以私訊我的IG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著寒老天下一起 淘擠天下 我們下次見